道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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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唐平哥 相信大家或许已经对前天发生在杭州的外卖员下跪 然后大批的美团的饿了吗的外卖员聚集和公安武警对质这件事情已经很熟悉了 我在这里呢就部分网友关心的细节和后续情况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第一,这个下跪的外卖员应该是男性 官方通告里面特意强调他是男性 主要是前天发生的时候这个小哥戴着口罩 他身材也比较瘦弱 就很容易被认为成美眼看起来比较中性的女性 有留言说这个是个男大学生 所以呢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像我这样的人啊也不要在网上挑起对立制造矛盾 我想说的是即使当事人是男性 但这件事情的性质没有任何变化 他是男性反而让人更加心酸 中国对传统对男性的要求是 蓝儿膝下有黄金 蓝儿有泪不清谈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这种从小的经历家庭的状况都不允许他自信 从容的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 第二呢 有大量的网友往出事的地方点外卖 那给这个保安厅呢送香送纸 有的甚至送大便 那也有外卖小哥他接到单笔200块打赏的单子 让他去公共厕所弄一头大便丢到保安厅里面 也有网友很贴心的给附近的外卖小哥点奶茶喝 这其实都是大家对这些不平之事的一种义愤 但是呢 我党是不允许这种过度的表达 他们会觉得影响了社会稳定 影响了政权稳定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 他们的整个通报 都是在或悉尼或者在打太极 我想啊 他们可能不是为了故意偏袒这个保安 但是呢 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文字呢 想通过宣传的效果 让整个事情的矛盾没有那么的激烈尖锐 他们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维稳 比如他们通报里面写 2024年8月12日中午 某外卖平台一蓝性外卖骑手王某某 送外卖时将蓝杆TY 被园区保安拦下 他第一句话写这个事情的经过 就是一种各打50大板的方式 经过他这一个春秋笔法的描述啊 你就会想 哇 这两个人都有问题 都有错 这也不能全怪保安 那那些外卖骑手的愤怒呢 也不合理 但实际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骑手为了赶时间 从栏杆上跨过去 一歪了栏杆 他通报只说歪了 都没说坏了 然后保安的反应是拔掉人家的钥匙 不让人家走 要给人家罚款 但是这些事情 他警情通告里面都没有写 只是简单的描述 被保安拦下 你怎么不说 这些保安要罚200块钱 罚钥匙这些事情呢 那这些保安如果都没干的话 那外卖员能下跪求你吗 本来是一件保安要承担90%以上责任的事情 他在警情通报里面 他写成差不多双方对错误误开 大家都有责任 保安也在行使自己的职能 各打50大板 与此同时的这个美团平台啊 这几天他也被人骂惨了 他看到官方通报出来了 然后也连忙跳出来 说会替员工赔偿护栏损失的 会一查到底 我倾向啊 美团这个平台 他是为了配合官方 他要把外卖员也有问题 这件事情坐实 这其实是一种暗示的行为 我都帮你赔护栏了 那你肯定有问题啊 你肯定有错啊 那外卖员呢 也应该对我这个平台感恩戴德 我对员工还是挺好的 事实上呢 美团能不能真正的去关心一下 现在可能大量存在的精神 瀕临崩溃的这些 大量的外卖员工呢 美团一直做的事情 他是把算法压榨做到极致 这种方法也只能在 现在我们中国这个独特的人口红利 这个地方才能吃得开 东宝又写 外卖员担心其他的订单 所以下跪 然后这个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聚集 好像说的是 大家聚集的原因 罪名都定在你不正当的这个下跪上 你干嘛要下跪呢 你不跪就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然后希望大家保持冷静 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城市充满爱与温情 但是没有公平正义的地方 怎么可能有碍于包容呢 从他这个通告里面 释放的信息来看呢 基本上就是我党常规的这种惯用的手段 后续结果 有很多网友都关心后续结果 那我可以确定的告诉大家 已经没有什么后续结果了 最近的短短的这一段时间 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类似的事情了 你比如说混合油 会有结果吗 肯定不会有 那这次出事的这个保安和外卖小哥呢 他最多是把这两个人拉到派出所 然后保安呢 给外卖小哥道一个歉 你们不是想要道歉吗 那那么多的外卖小哥围在一起 就想要道歉 那这个保安给你道个歉 那这个保安后续肯定也无法在这个小区当保安了 几乎百分之百确定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悄无声息的消失 比如李佩霞事情有结果吗 他爸爸举报完毛棋 然后到现在也没有公告说他被放出来了 江平和阿里巴巴竞赛的事件 官方也是愣出力 永远不会有结果 然后呢 小部分网友还傻傻地等待他八月份的成绩 现在已经八月中旬了 全国人都在吃没有 这么严重的事情也没有结果 他都是一种手法 等着大家遗忘 既然要等大家完全的忘了这个事情 那他就没有后续结果 如果有结果 出过公告 更多的公告 反而会帮助大家回忆起来 他们所有的事情 就是为了维稳 他们出动大量的公安 武警 为了维稳 他们会威胁这些外卖员 如果检测到你去了当地的区域 就不让你接单 就让外卖员消耗 当然 前天他们肯定是用这种方法威胁 你去了 你就别想送外卖了 最后的这个生存方式 我也要给你剥夺 这就是你的软肋 我也说过有流出来这种外卖员的群鸟截图 都被拉清单了 这都是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呢 引起了这么大义愤的情况下 到现在 他只能说消耗是一种威胁 那我也推测 他不会真正的去干这个事情 至少不敢大摇大摆的 那他如果继续大摇大摆的消耗啊 这些参与的外卖员以后你别送了 那他会进一步的激发 激发矛盾 激发整个外卖员群体的同筹 离开 激发冲突 所以有些网友说 你说错了 他们现在他们没有被消耗 其实呢 名单都拉出来了 现在不消耗 不是因为他们善良 是因为他们现在不敢这么做 如果消耗有利于维持稳定 平息整个事态 他们肯定会消耗的 我们也常说外卖行业是整个社会就业的蓄水池 现在外卖群体高达1300万 我们平心而论 很多人送外卖啊 他连那个电动车都是租来的 他们挣的钱 本来就是这种昼夜奔波的血汗钱 现在整体这是一个高压锅 这个群体足够大 他们又缺少基本的保障的时候 现在他们遭遇到这种不公和委屈 而整个社会还在限制他们去表达他们的诉求 那这个压力已经拉满了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 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类似的冲突事件 最后我想聊一下巨大的这个维稳的成本 现在我们庞大的体制 边之类边之外 一亿的共产党员 都是为了维稳 但这个维稳的成本 他就非常高昂 比如说这一次 即使是一些外卖员的聚警 他就出动了非常多的警车 出动了武警公安 控制了大量的地方 在网上大规模的删帖 删视频 然后这些网络警察 这些所有的人 他都是需要发工资的呀 那这些维稳费用 自然也需要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出 我还看到有这个博主 他在事发的当天想去杭州 结果一下火车就被民警拦住了 提醒他不要去参加外卖员 这种抗议的事件 然后凌晨的时候 又接到上海警方的电话 询问他是否去了杭州 那这些对这种人民的行踪的 一举一动的监控 和后续的不断的访问 都是产生巨大的维稳费用 电影《武状人》苏启尔 最后皇帝对苏启尔说 你该帮弟子几千万 你一天不解采 叫朕怎么安心 该帮有多少弟子 不是由我决定 而是由你决定的 我 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 使得国泰民安 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现在中国巨量的这种为生活挣扎的求生的这群人 大量的底层人员和这个电影里面的乞丐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当这个群体足够大的时候 我党就会恐惧会严防死守 是因为你社会保障体系太差了 你这个福利水平太差了 你让大量的人如果不拼命的去干活 那基本上无法养活自己 与其你花巨量的钱去维稳 倒不如给大家发一点社会福利 但是这件事情他们又不愿意干 1958年纽约时报有一篇著名的新闻稿 奥斯维新没有什么新闻 在德国撤退的布洛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废墟上 触菊花在怒放 在奥斯维新没有什么东西可供报道 这里天气晴朗 绿树成荫 门前还有儿童在打闹嘻嘻 就像此刻的墙内 网络空间已经风平浪静 负面报道被清空 一切都是稳中向好 我是唐明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